在视频开始前先问大家问题 平时简单的办公场景一般是用传统电脑还是平板电脑呢 可以走一波弹幕 这两年我们评测过很多平板电脑 也包括最新的M2芯片的iPad Pro 但受限于整个软件生态 安卓平板和iPad生产力通用性都不太行 基本是属于买前生产力买后哔哩哔哩 就拿最基础的Office Windows办公套件来说 功能层面也和PC端有较大差距 那么基于Windows平台的二合一笔记本 能不能同时满足触屏娱乐和办公生产力需求呢 一起来看视频 所以很快我们就买了一台小米Book 12.4二合一笔记本 其实这款产品早在去年6月份已经在海外发布了 当时命名是小米Book S 键盘套装售价是799欧元 这和人民币差不多是5800元左右 海归国内市场虽然说不排除是轻库存的嫌疑 但是价格不错 首发到手只有2899元 快递过来总共有三个包装 特别是机子本体键盘保护壳 还有一个149元的小米60瓦 淡化加充电器 EAEC规格 机身后盖才能是铝美合金材质 但是乍一看总感觉有点像塑料 缺少金属质感 屏幕周围也包裹了一圈厚厚的大塑料支架 质感来说确实很一般 当然了2899元的价格 我们也不能要求啥自行车都给 扩展接口上 机身右侧有一个TF卡卡槽 一个全功能的USB-C口 支持4K显示输出 如果平时想用U牌传输文件 投影 外接鼠标傻的 那么得额外配备一个扩展物才行 屏幕素质 实色下来表现不错 2560x1600 显示精细度OK 覆盖了99.8%的SRGB色域 97.9%的P3色域 平均DataE是3.24 9个区块 平均分质亮度是537nit 作为这个价位的笔记本产品来说 我觉得屏幕算是一个优势 满足日程的影音娱乐没啥问题 但是和同教育的安卓平板相比 没有高刷是一个缺点 配套的键盘和磁锡支架 表面都是素皮材质 触控板表面为内附涂层 手感细腻 键盘为1.5mm的渐程 手感还不错 日常码字聊天啥的没啥毛病 但是表面容易打滑 留下指纹印记 这款奥和一笔记本发布之后 很多小伙伴可能对它的处理器比较感兴趣 这个骁龙8CX进耳 不就是骁龙8这样的加强版吗 在这里小尺寸二和一笔记本上 岂不是很香 其实骁龙8CX进耳这颗处理器 从架构上来说确实挺久远 属于是和骁龙8CX同一个时代的产物 4个A5加4个A76 7nm工艺 不过在频率设定上 不同机型应该会有差异 小米12.4二和一官网标注的最高锐屏 是2.84Ghz 解决屏的则是iGino 680 用原生支持ARM平台的GAP Venture 5测试 单红是707分 多的是2760 成绩和早线的骁龙8CX非常接近 实际跑多核性能时 CPU的最高频率基本在2.3-2.4GHz的样子 对于原生适配ARM价格的应用来说 这个性能放在今年这个时间点 已经是比较弱了 比骁龙7G8G还更弱 就更不用说很多非原生软件 转移运行时 性能会进步打折扣 这里我们也是简单测试下 Cinebench R20 实测单核是152 多核是680 高情商来说生产力大增 可以跑渲染了 低情商来说 这个多核性能基本就只有 R5-12500H单核的水平 所以非常轻量的使用环境下 比如说开3-4个网页 挂个微信 开个Word体验的还行 当然这个时候 其实后台内存占用 已经是挺高了 如果在此基础上 后台再打开一些音乐类软件 网页开个10个左右 需要时不时的编辑一些图片 或者说一些PPT 那么操作延迟卡顿 就会时不时出现 有一种N年前老电脑 跑Win11的感觉 有些非原生ARM应用 在人启动打开时 通常需要等一下 不能像正常笔记本一样 双击之后直接运行 不过8CX Gen 2的GPU 倒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虽然说它隶属于 85同一时代的Gino 640 但是频率狂飙 用3DMark WideLife Extreme测试 这颗GPU的性能 竟然要比骁龙870 还要6月高一些 放在现在也不算落后太多嘛 那么跑Windows平台的游戏 行不行呢 英雄联盟1080P分辨率 极低画质下 极低大乱动 平均只有26帧左右 而且即便是进一步降低分辨率到720P 游戏帧率也没啥提升 所以说还是CPU性能太惨 基本是带不动游戏 高频Argino 640也没有太多发挥的余地 原神PC端无法打开运行 开启之后直接闪退 而且老一点 对于配置没有多少要求的 帝国时代2 也没办法在这台笔记本上使用 所以如果不想折腾自己的话 那么还是别在这台笔记本上玩桌面端游戏了 日常的软件适配方面 大家常用的聊天软件 微信QQ 影音类 UI腾 B站 网易云都OK 日常办公可能需要用到的WPS 腾讯会议 百度网盘都已经适配了 另外这台机子也预装了原生的Office三件套 相对于移动版来说 桌面档的功能会跟它齐全 能够满足日常的办公需求 生产创意类软件 PS已经有原生的ARM版本了 至于P2 A1则没有适配兼容 普通用户更容易上手的剪映 能够正常打开 这里我们也是简单测试了一下 如果是1080P的视频素材 应急剪辑一下还是没问题的 4K 60帧的素材 那就基本告别正常使用了 预览画面都是一卡一卡的 不过去年年底 Win11更新了安卓子系统WSA 升级到了安卓13 在更新了安卓底层的同时 也进行了大量的优化升级 在PC上运行安卓应用 是不是能够填补ARM在Windows4软件 兼容方面的一些劣势呢 没有PC版就用移动版来替代呗 由于WSA最低要求的是8GB内存 所以说小米12 2x1这台笔记本 是将近能够运行 只分配到了4.2GB内存 不能手动调整的一层大小 即便是装上了安卓应用 实际流畅度也是不行 比如说网者要高帧率 超高复辟率只有20到30帧 游戏画面需要加载很久才能进去 等你进去了估计加都被推平了 和平精英能够运行 但是渲染存在一些问题 要求更高的语言神 基本是直接卡成了PPT 另外作为小米笔记本 这台机子并没有带在小米妙想中心 无法实践笔记本和手机平板之间的联动 考虑到这款机型 在海外上市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了 后续是否会适配 我觉得可能性的不大 理论上 二合一笔记本可以拆掉键盘 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平板使用 毕竟支持触屏操作嘛 但说实话 Win11的手势操控优化 和安卓iOS相比 依然有明显差距 比如说 B站无法通过滑动 来调节音量亮度视频进度 而且手制平板播放视频时 由于扬声器开孔位于左下侧和右下侧 双手会挡住扬声器 影响出声效果 需要翻转一下才行 但是横竖屏切换反应不太灵敏 需要等个两秒才能够切换过来 而且动画也会顿下 手势操控上 三指上环是呼出后台界面 三指左右滑动则是两个应用之间来回切换 但是整个交互动画卡顿感是比较明显的 有时候甚至连动画都会消失 这点主要还是处理器太弱的过 所以就平板模式来说 实际体验和预期差距确实很大 从游戏影音娱乐角度来说 这台二合一笔记本 反而是不如常规的安卓平板 至少870这个级别的GPU性能 安卓平板运行手锐端的吃鸡 网主料以及低画质原生还是OK的 绝大多数视频软件客户端 安卓这边的操作响应速度 也会比Win6四场用起来更加流畅 把它当成平板使用 体验确实是比较糟糕吧 总的来说 小米二合一笔记本 可以较好的适配一些主流的办公软件 比如说原生支持Office三件套 支持PS修图 同时也能够正常运行不少转移后的桌面端软件 但是因为受限于8CX进了菜机的CPU性能 操作响应速度 明显不如主流的X86平台笔记本 更不用说运行PC端的游戏了 轻度使用流畅度免签能够接受 但同时运行的软件一多 卡顿感操作延持比较明显 所以这台笔记本的受众 我觉得是非常小的 完全不推荐学生拿入手 毕竟流畅度这块很难让你坚持用完大学生涯 阿姆在Windows平台的软件兼容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明确的需求 比如说有一台主力的办公电脑 偶尔外出使用 只需要用到Office三件套 以及一些沟通聊天软件 那么它还是能够满足的 2899元的价格 确实也比大多数轻薄本的更加便宜 需要实测下来也还行 200nit亮度 在线看两小时B站视频 耗电在31% 当然这里我们也是实测了下 这台机的快充速度 15分钟快充电量是6.47瓦 属于是满血33瓦的快充水平 而如果是作为主力电脑 就完全不推荐了 比如说平时习惯就是开一堆网页 找资料 然后各种办公软件来回切换 有更多生产力需求 那么还是直接选择X86笔记本吧 因为配上键盘和支架 其实这台12.4英寸的二合一笔记本 也没有比小米自家的13寸轻多少 有轻薄需求的买轻薄本 有性能需求的买性能本 猎奇心态入手这款产品 吃灰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OK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小米Book 12.4二合一笔记本的体验评测了 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 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关注 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来个拜